我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切入方式 在每个高校里面 它都有一个贫困学生基金 我给它每个学校赞助 三到五个贫困教育基金 它学校就会统一组织所有的孩子 来参加我的比赛 我是觉得这样 对大学生集中起来 让他们在一起有一个互相的交流 互相的竞争 甚至于相互之间有一个激励 能够起到这个三个方面的作难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这个孩子从小的话 有可能没有接触到这么大的规模的美术馆 我觉得这个美术馆 能建在这个村落里 对孩子也是很好的 现在有这样的节奏 也是帮他们抢他们的吃饭 2017年我们在全中国 用了一年的时间 选了五个优秀的旅游城市 那么我们最先开工的 就是在黄山 我就想利用这个废弃的工厂 改造完之后 做一个文化产业基地 永峰美术馆 这五个字是我们河南省文联主席 张建峰主席帮我们所提 我们在11月的1号在这里做开幕式 我们在右手边的是我们的评委席的介绍 2019年的7月1日至2019年的10月的20日 我们所增稿的稿件 共6382期付 每次我们举办艺术节的时候 就是全部在这厅里面做展出 所有的评委老师和所有来的嘉宾 都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展出的所有的镜头 我通过做这个艺术节 跟这个文化园区的打造 来带动当地老百姓乡村里面的绿油业 孩子们可以自由地住在他们家呀 或者在他们家消费吃饭呀 还有一些购买当地的农特产品呀 我的名字是Antoine Breton 我们制作了G2Creative Space 我们在展示了几个美国艺术节目 最近我们设计了与两个美国艺术节目 我认为几年从巴黎典牌 我们设计了一些调节目 我特别选择这两个艺术节目 因为有些有趣的调节目 对他们的世界和观众 的颜色 我特别选择这两个美国艺术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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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同一个梦想 这句话就可以作为总监 您刚才问我怎么邀请您来 作为美术馆的第一届开幕 我希望增加一些不一样的内容 让中国的孩子 能在某一个平台上拥有全球的视野 我们有学生的技术 这是很重要的 在开始学习 每个人都在同样的方式 你必须找到自己的角色 但是当然 在开始 它是很重要的 学习一个技术 以后能够自由自己 然后能够做什么完全不同的 艺术和文化是没有国界 没有种族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我的名字是Dhéophile Arcelin 我从美国 在France 我研究해서 正确实 和幅度 当你看起到 可能你拿到一小块就像这样 然后这部分就看完全 abstract了 我会介绍你做的作品 Christopher Lavener 你能看到他的作品 他使用沙发的沙发 沙发的沙发 全是白色的,它是由海洋和海洋和其他地方他訪問 我的工作是很紫色的,很紫色的 所以她不是只有美麗,她有美麗的世界 人們告訴我們,它們兩人是有興趣的 因為它們有很好的抗議 他的抗議,他很喜歡的美麗的女人 我非常幸福在这里 来自来的工作也很有趣 所以这工作也很帮助了 中国和美国很不同 但我们可以跟藝術交流 主要还是想提升自己 你要是在不同的地方 然后见不同的人 然后去画国不同的话 然后你就能有不同的感受 可以跟当地人接触的多一些 然后也可以了解一些这边的文化 然后习俗 然后自己也会比在旅馆的时候 更加温暖 共同见证 2019第一届遇见港风艺术节 隆重开幕 如此淳朴原始的美术馆 通过这些作品 我们留下了同学们的专业意义 我们下期再见 转发电话 作词 李宗盛 我非常感irch到这个专业 我觉得是我们很好的专业 我看到更多人资历 更多人资历 更多专业 可能从学校 现在我看到这里 有同类工作 конечно 当然,它对我和創作者非常好 整体看,我觉得还是很不错 大家都会认真地去画 一些技术的东西 基本要求作为素描来讲 都能把握 我希望你支持很多 因为我认识你很大能力 昨天我看到你的描写 我认识它是最好的描写 接下来我们还会成立自己的基金会 来签约跟扶持更多的孩子去从事 艺术这条路 我不希望他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区域里面 我希望能他们成为艺术大师 而不是艺术家的匠人